大家好,主播侃侃有余在节目开始之前和您确认,是否已订阅本频道,且打开小铃铛。 这样有任何新内容发表时,就可优先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过去十年,从22奈米到3奈米,晶片行业一直依赖着一项名为骑士场效应电晶体FinFET的关键技术。 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栋栋竖起来的小旗,电流就像在这些旗片构成的通道里穿行, 而闸戟Gate从三面包裹着它,像一只手一样控制着电流的通端。 这个结构非常成功,曾支撑了摩尔丁律的指数级迭代。 但当工艺逼近3奈米,物理极限的墙壁也随之而来。 小旗变得越来越薄,漏电现象越来越频繁,让功耗与效能的平衡也越来越难以为继。 台积电的N2工艺采用了一项全新的革命性技术, Get All Around环闸GAA奈米片电晶体Nano Sheet Transistor。 如果说,分FET是闸即从三面控制电流,而GAA奈米片电晶体的闸戟可以将整个电流通道四面完全包裹起来。 该结构将原来的电流通道由数立的旗变成了水平堆叠的奈米片, 闸戟可以从四面360度无死角拥抱通道,好处也是显而易见。 首先,它降低了功耗。 由于改善了静电控制,可以更精准的命令术以一计的电晶体开启或关闭,大大减少了漏电, 从而在根本上降低了功耗。 其次,单位空间内可以实现更强的效能。 这种堆叠的奈米片结构,让工程师们可以在同样的空间里塞下更多的电晶体, 最终提高电晶体密度。 相对于纯罗机电路的设计,N2系列的延伸工艺N2P的电晶体密度比前代N3E提升了约20%。 这表明,晶片可以变得更小,或者在同样大小下集成更强大的功能。 此外,N2还在供电网络中增加了Super High Performance Metal Insulator Metal, 即超高效能基础聚员体基础SharpMIM电容器。 据台积电公开资料,SharpMIM相对前代电容容量密度提升于两倍, RSRC降低约50%,从而提高了功率稳定性、效能和整体能源效率。 GAA奈米片电晶体负责从源头节流,SharpMIM电容器负责为效能开源, 两者结合,共同成就了N2工艺在效能与功耗上的双重飞跃。 台积电将N2工艺的量产地选载了位于台湾高雄的全新工厂, 晶圆22厂FAB22,以及近临其位于台湾新竹全球研发中心的晶圆20厂FAB20。 两地并行扩产,展现出台积电在先进制程晶片上的激进布局。 通常,一项新工艺的产能爬坡,会先从技术相对成熟, 尺寸较小的行动晶片开始,一步步摸索,稳扎稳打。 但这一次,台积电选择了在高雄和新竹两座全新的晶圆厂, 扩充先进制程产能。 这些先进制程晶片很可能服务于高阶智慧型手机, 高效能运算,AI HPC等多个领域。 这是一次罕见的双线作战。 一边是苹果等巨头,每年需求量数以亿计的手机晶片, 另一边是挥达等客户设计的,尺寸巨大, 结构复杂的AI和四伏器晶片。 同时,驾驭这两种截然不同, 且都对良率要求极为苛刻的产品线, 其难度也将成指数级增加。 台积电董事长魏哲嘉之前表示, N2进展顺利,四季度晚些时候既如量产, 且良率良好。 预计在智慧型手机和高效能预算, HPC AI应用的推动下, 2026年将实现更快的产能踏破。 支撑台积电这份自信的, 是其背后排挤长队的客户。 据市场普遍预期, N2将首先覆盖高阶手机与HPC AI等需求。 从苹果的下一代iPhone、Mac晶片, 到辉达AMD的未来AI加速器, 几乎所有顶尖科技巨头都对N2工艺表现出了浓厚兴趣, 同时开启两座晶圆厂的产能也就势在必行了。 这盘大气背后也透露了台积电对未来市场格局的精准布局。 智慧型手机是基本盘, 而AI与HPC则是它未来十年最大的增长引擎。 全球市场对台积电2奈米技术的爆炸式需求, 意味着这家半导体巨头将把下一代制成节点的产量推向新的高度。 最新报告显示, 尽管台积电此前曾面临供应紧张的困境, 并被迫连续四年提高其尖端工艺的价格, 但其2奈米晶圆的月产量仍将在2026年底达到14万片。 台积电计划通过建设三座专门用于2奈米晶圆生产的工厂, 来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 目前, 关于台积电2奈米工艺的月产量数据众说纷纭。 此前报道称, 台积电下一代2奈米制成节点累计收入将在2026年第三季度超过其3奈米和5奈米制成节点的累计收入。 未来美国和台湾都将拥有10家工厂。 市场预计每月10万片晶圆的产量将被新的数字超越台积电的目标是在2026年底前达到月产量14万片。 作为对比, 台积电3奈米工艺月产能16万片晶圆, 预计在2025年底达到。 台积电之所以能够凭借2奈米工艺实现这一心理成碑, 部分原因是苹果公司已经预定2奈米工艺超过一半的初始产能, 这使得高通和联发科不得部分别转向略微改进的N2P节点2奈米增强版工艺, 用于骁龙8Elite Gen6和天机9600晶片。 此外, 人工智慧、 AI晶片制造商的需求正在飙升, 这可能会在2025年取代苹果成为台积电最大的客户。 据报道, 苹果公司在2024年占台积电总收入的24%, 而这一新位置将被高效能运算HPC客户占据。 同时, 台积电在2奈米制程节点上的突破可能是其1.4奈米成为H14节点进展迅速的原因, 因为台积电已经实现超出预期的良率, 这意味着该制程最早可能在2027年开始量产。 另外, 该公司董事长魏哲嘉表示, 台积电将在持续增强的战略下, 推出N2P作为N2家族的延伸。 N2P在N2的基础上, 进一步提升了效能和功耗表现, 计划于2026年下半年起进行量产。 A16是台积电面向HPCAI的下一步先进制程, 与N2家族在架构与生态上紧密相关。 它采用了超级电轨Super Power Rail背面供电技术, 主要针对复杂的人工智慧和高效能运算处理器, 同样计划2026下半年起实现量产。 总体来看, 从N2的架构革命到N2P的持续优化, 再到A16引入的背面供电技术, 台积电的技术路线图已经清晰, 而其N2工艺进入量产, 无疑是半导体行业的一个关键节点。 它标志着被誉为 厚摩尔定律时代最关键技术之一的奈米片电晶体架构, 已由行业领导者成功导入大规模生产。 这不仅巩固了台积电在先进工艺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 也为全球依赖高效能运算的产业, 从消费电子到人工智慧, 提供了下一阶段发展的坚实基础。 那么本期内容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扩论有余。 最后请你点赞,订阅。 这对侃侃有余是极大的鼓励。 谢谢。